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游诗小甜阿血》的《雨爱》第249集 约吗? 今夏绕过两个女孩 挨着路易坐下,先先手指一勾,抬着棱角分明的下颌线往自己这边扭 路易垂眸,没过腰际的水下,她的腿已经压上来,搭在她的腿上 赤裸光洁的触感,让她心里小小地翻了翻火花 约,或者不约 今夏一字一顿,又继续贴近 每一次的呼吸都落在她脸上,带着女孩独有的甜蜜气息 女人的柔软贴着她结实的胸口,很明显的诱饮 另外两个女孩像是被抢了地盘的狮子 想从今夏手里抢回自己的主动权 不等他们两个开口,路易起身,顺势把今夏抱了起来 男人浅浅笑着,声音温润清和,清晰地吐出一个字,约 看着路易就这么轻易被今夏泡走了,两个女孩气得火冒三丈 如果不是尚有别人在场,估计他们会直接上来拦路易 今夏冲他们挑眉,露出胜利者的姿态 从温泉回来,今夏直接被路易扔进柔软的大床里 外表看似仿骨的床踏,铺着的却是极现代的定制床垫 柔软舒适,十分适合小夫妻来度个蜜月 我只是合法维护我的权益,请路先生不要过分解读 今夏抬脚抵着路易的胸口,傲娇地扬着小脑袋 挑眉看着她,不过是隔着金迷远的距离,她都能如此的不安分 让她这个合法的妻子心里非常不爽 路易握着金夏的脚踝,垂眸瞧一眼那只白皙的小脚丫 三十七码的脚,看着和她的手掌一样大,握在掌心里十分秀气 难怪古人喜欢三寸金莲,这白白嫩嫩的脚丫小巧秀气 的确很可爱,你个流氓,我在跟你说正经事呢 今夏抽了抽自己的脚,无奈被她紧紧握着,抽不回来 她抬眸,狠狠给了她一记白眼 路易握着她的脚踝,抬手在她眼前晃了晃 我可从来没有一天摘下过属于我的身份印记 不像某人,时不常就借口忘了,把戒指孤零零地扔在家里 自已一个人跑出去玩得自在 今夏有些心虚地将手悄悄往身后藏 她的确有时候会比较粗心,早上起床时忙着洗漱 匆匆地忘了戴戒指就往出跑 每次想起来的时候,已经在公司或者在路上了 倒是路易,每天戴着 从无一漏 那怎么了,不也一样没有影响你泡M吗? 喂,路易有些无奈地喊她,是谁泡谁啊? 刚刚被调戏的分明是我好吗? 最后好不容易很下心答应跟你约 结果一回来,就是这样的待遇 路易低头,眼神落在惊吓的脚丫上 那只抵在她胸口的白皙脚丫似乎也有些不大好意思 小巧的五个指头钻了钻,挣扎着想要逃脱 路易握着她的脚踝扯到身侧 身子顺势倾下来往她身上压 老婆,蜜月,可不可以给个奖励? 你要什么? 惊吓话因为落,嘴巴已经被她堵住 男人的稳略带着些侵略的意味 狠狠损着她的唇绊 手掌肆意犹疑,在她身上处处点火 刚从温泉回来 两人身上也只披了一层宽大的浴袍 极轻松地就被她单手挑开 洁白的浴袍落下 里面是她亲自为她挑选的泳衣 深色的,保守的,有点土 又有点不容易解开 路易试了好一会儿 那件泳衣仍旧完好的裹着她 像是坚定不移守卫领地的士兵 一寸也不肯退缩 路易气急返校 撑着身子起来扯她的泳衣 当初怕她走光 所以挑选款式的时候 只想着要尽量保守一点 不被旁人看到她的春色 没想到到最后为难的 竟是她自已 惊吓很快发现路易的弱势 她只穿了一条泳裤 比她更容易被扒光 惊吓挑了挑眉 脚丫一蹬 路易就与她完全赤诚相对了 看来 今天注定是我要占些便宜才对 今夏翻身胯上来 两手撑着她的胸口 若有肆无地撩斗着她身下燃烧着的欲望 路易小腹一阵翻涌 抬手捏着她的腰狠狠掐了一把 只恨这件泳衣 脱不得 撕不烂 到当真成了他们洞房的阻隔了 路易好气 又好笑地看着今夏 正想为自己再争取一下 她又妩媚一笑 纤细葱白的指尖捏着自己的泳衣 一脚开始一点一点拽着往下扯 深色的布料最能衬托她的白皙 此刻在微红的灯光照应下 微微折出浅淡的粉色光韵 柔和 甜蜜 令人响入飞飞 路易凭着呼吸 一顺不顺地看着她将自己包个金光 婀娜的曲线一顺在她面前展露无余 周遭的一切声音煞时消极 止于砰砰的心跳声 还有她见重的呼吸声 小妖精 你真是要我的命了 在开口时 路易的嗓音已经哑了 刻意压制着情绪 翻身将她压下来 手掌所处之处 无需她点火 她已经自已燃烧了 今下勾着路易的勃梗 努力回应着 她滚烫的吻和赤裂的情绪 比交缠着的身体更渴望的 是他们彼此相通着的两颗心 情到浓时 她忍不住一遍遍低难着她的名字 每一声都令她情志疯狂 拥着她愈发用力 女孩细长的指尖 插入男人乌黑的短发里 身体在一次次的激流里颠簸着 今下无限用力地勾着她 恨不得与她融为一体 老公 我爱你好爱好爱 她紧紧贴着她 呢喃着向她告白 把藏在心底最深入的话 亲口说给她听 路易呼吸沉重 拥着她一次次深入 去探寻彼此心底最爱的模样 我爱好爱好爱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